哈囉大家好 我是瘋哥 對你們期待已久的Q&A 我終於已經拍好了 那我留言的部分呢 我全部都有看過了 包括你們所問的問題 還有一些挑戰啊 我全部都已經看過了 那這些留言呢 有些我已經把它給篩選掉了 就是可能有些已經重複了 或者是我覺得有點太誇張了 那我就一定會把它給篩選掉 OK 那我們的第四屆Q&A就正式開始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 什麼時候會有電腦組裝影片 目前這個計畫已經看在動工了 預計這部影片應該在 過年的時候會出吧 總之各位就敬你期待吧 好 下一個問題 我本來以為瘋哥忘記了 那我就來問瘋哥一個問題 你好啊 瘋哥 非常好啊 好 換下一個問題 你是貓派還是狗派 或是其他 這兩派我是不屬於這一派啊 因為我本身也很怕狗也很怕貓 對 沒錯 只要狗突然衝過來我真的會怕 外面的野狗根本不用說啊 如果像是別人家養的寵物 突然衝過來我真的會怕 尤其我最討厭的就是貴賓狗 因為看起來就很兇 是不是講這些話是不是要引起戰爭啊 好 換下一個問題 什麼時候會有第二支的業配影片 目前業配影片的話就看廠商會不會來邀我 或者是我可能要自己去找廠商 好 換下一個問題 呃 這個問題真的是有點多啊 他給了四個 雖然我那邊的Q&A是說可以開五個 那不要不做的時候就 開始接受他的任務吧 死 呃 死一次放肚子裡等生 呃 啊 好 各位 這個就是我家的左腳 那就 其實我在想要不要用左腳還是用右腳 那就用左腳了 3 2 1 其實根本不會痛啊 好 換下一個問題 Windows的密碼是從哪裡來的 那密碼的部分的話就是從控制台訊那邊設定 那換下一個問題 對於明年的2020風哥你有什麼期許 我希望明年能破1萬訂閱啊 雖然會被講有點誇張啊 但我不管啊 就當作是一個願望 然後我希望也可以交到女朋友或者是朋友 因為我現在沒有女朋友或者是朋友 對 真是很邊緣 I ask you how you are you just have to say that you're fine when you're not really fine 好 換下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最近都不拍蟲怪狂人的影片呢 嗯 這邊有很多人關心 為什麼一直不拍蟲怪影片 其實我也在挑戰一些其他的影片啦 像是一些Vlog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影片啊 其實我本身已經對重慣這種東西已經慣例了 沒有像之前有那種喜好在 其實我也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把這系列給停掉 會出還是會出啊 就可能是半年出一次吧 或是一年出一次 或者是二十年出一次都有可能 好 換下一個問題 你所拍片的器具有哪些 這一個問題呢 我其實有寫在影片下方啊 只有用我目前這支手機 ASUS的Lambone Lite 就是你們所看的影片就是用這支手機 目前的拍片工具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好 下一個問題 好 又是一個叫做 無力提升的問題 那我們就 開始做吧 3 6 1 2 3 4 5 6 1 無力提升 這樣看你也爽 好吧 換下一個問題 有沒有賣Lodens NT USB麥克風 好 這個麥克風目前我沒有打算要賣 除非有廠商贊助 或者是有朋友贊助的話 我可能應該就會把它賣掉 好 換下一個問題 我是你的高中同學 你還記得嗎 媽 你把名字寫在那邊 還有那個照片貼在那邊 我當然會記得你啊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好 換下一個問題 好 他問了三個問題 我就慢慢回答 第一個問題呢 這些東西全部我自己買的 像是我之前改到那台電腦啊 還有那台筆電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我自己買的 而且如果我做這個硬體方面的話 沒有廠商贊助 真的會有一點過不下去 反正過不下去嘛 了不起我就睡路邊嘛 好 那換第二個問題 影片中沒有朋友 其實是有啦 只是我故意把自己說 沒有朋友跟女朋友女朋友 啊對喔 其實我也沒有女朋友 現實生活中只有幾隻而已啦 沒有說 國小 國中 高中都有在聯絡這樣 那他第三個問題 AMD真相機 我目前不太會組AMD的電腦 因為我覺得 AMD這種東西很難用 雖然他們說 已經有改善了 但是我 不太會組AMD的東西啦 這樣講是不是又要引起戰爭了 跟那個貓派跟狗派 賺了不管我就是喜歡intel怎麼樣 好換下一個問題 大學生活過的如何呢 過的還可以啦 就是還算蠻自由的 就是該自由的還是要自由 大概 讀書的還是要讀書啦 像我現在拍攝的時間是12月25號 下午的一兩年多 對我下禮拜跟下下禮拜就要賺考了 而他們考的科目的話就是還蠻簡單的 就是高中都有教過啦 所以就是 小差一點啦 好換下一個問題 嗯這個就是叫我去外面喊 未來是個愛情人傢伙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出門了 其實出門應該是一年前的事了 那 非要多說說 就出門吧 嘿各位 我現在人在外面 所以其實是我家的遊戲啦 雖然喊了 我不知道邻居會不會來下來靠北 我也不知道 就隨便 那就一樣 3 2 1 未來是個愛情人傢伙 快跑 請問你的Windows ISO的答案是從哪裡來的 我以前好像會公開一個網址 可是我現在不太會公開這個網址 因為我怕 為人會來查水表 雖然可能這樣講的話 一堆又要嘴炮我說 其實你沒有散播的話也是違法的 就是正義魔人的概念 好那 換下一題 請問以後會拍Vlog的節目嗎 嗯目前已經在籌備了 而且我已經拍好了 我之前有發一個文就是 Youtube的社群 FB跟IG 就是我有問大家說 你們會不會想看我拍Vlog節目 那一張圖就是其中一個部分 那這一部的話 可能應該 過年的時候會出吧 或是2月 反正就盡期待 好 最後一個問題 你很瘦嗎 其實 如果我覺得沒有破100的話 就算瘦啦 好各位 我已經把這個問題 都已經回答完了 其實我幾乎都把所有的問題 該答都給我答 沒有把問題給篩選掉 好勒 總之呢 今天的Q&A就到這邊結束囉 好對喔 然後在最後的部分 你們一定會問我 什麼時候會再開Q&A Q&A部分的話 我可能 應該會到 1萬訂閱的時候 會再開一次Q&A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在我右下角點一下 喜歡和訂閱吧 然後如果想要繼續 追蹤我其他的社群方面的話 就點一下 FB的粉專 還有IG的一個讚 或者是追蹤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就大家 掰掰 BYE